经济学的观点总是让人本能的排斥 他们看起来冷血无情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 又会隐隐觉得他们是对的 比如经济学告诉你 不要动不动就呼唤免费 交易成本深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免费的总是最昂贵的 经济学这种观点貌似没有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要免费 所以很容易被质疑为资本家的看门狗 其实经济学也好 哲学也罢 误逆大众的价值观是常态 真理隐藏在优微之处 经济学只是在阐释某种原理 它并不包含立场 人们总是期望经济学者不应该跪舔权贵 而是应该为苍生说人话 其实经济学的使命既不是跪舔权贵 也不是迎合大众 而是坚持他们对真理的认知和理解 为了追求真理 经济学不但会无视权贵 也会批判大众 因为一味的在道德层面迎合大众 并不能让人们过得更好 只有遵循经济学的规律 才可以真正提升大众的福祉 比如不少人对自由市场抱着批判的态度 这时就需要经济学出来正本清源 张维尹老师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的推荐语中写了一段特别精彩的话 他说市场经济确实有不少的弊端 其中最大的弊端是 当你能享受市场经济好处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 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市场经济的好处的时候 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 人们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弊端 其本质是全力扭曲了市场规律的结果 而并非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 但是大众却把这种弊端强加于市场经济身上 所以张维尹老师说 只有学习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思维 才可以让每个人认清规律 什么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呢 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艺人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 人只能在不同的成本中做出选择 但是现实是人们总喜欢免费的午餐 人们总是想呼吁价格管控 限制行业准入 张维尹认为当你希望价格管控的时候 你的真实意图是自己获得同样的产品 却少支付费用 当你主张限制某些行业准入的时候 你真实的想法是保护自己现有的位置 所以这些行为都是通过扭曲市场的自发秩序 进而可以让自己吃到免费的午餐 它们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 这种行为必然会造成市场经济的扭曲 其结果就是 人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费用 而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真理之所以看起来冷酷无情 因为它并非总是浅显直白 它需要人类以珍贵的理性精神去思考 探索 而那些温情默默充满立场的观念 并不会带给你天堂 正如哈耶克所说 那些铺满鲜花的路 往往是通往地狱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